这辆车是这个电的正电之宝 估计买的人凤毛灵脚 毕竟这个排量太大了 我已经体验过它的外观 它的静态前后排 之前拍过好几次视频了 正电之宝 但是价格并不是最贵的 最贵的目前是这辆EV6 这个GT版本 可以正好看一下它的价格 前几次我拍的时候 它的展板信息当时都没放 贴在封档上的当时 现在放在这来了 这辆展车的价格 首先看Stinger GT 3.3T 全14G 落地价格5.7万 5.7万说真的真心不贵 我订的那个鞋的那个Spotage 优惠玩落地 手动挡的4万 差了1万多 1万7吧 这种车 这种车首先排量太大了 它的爱然化碳 那个碳税肯定非常高 你看 这边那个能耗系数 这个电弥箱那种 那个家电一样的 3C产品一样的 都有个能耗系数 它是最高的 每公里247克 所以每个月的这个碳税 我估计非常高 但这个的确是奇亚这个品牌的极大层车 极大层之作品 奇亚坐这个车 好像不是为了销量 就是为了展现自己的那个造车实力 还有这个品牌 品牌形象的提升 毕竟换标以后 包括的一系列后来的车型 整体现在的这种状态 明显这个品牌的这种调性 立马就拔高了一个档次 在欧洲的话 同等的情况下 奇亚的品牌的定位 比那个现代要高了没点 刚才说了 正电之宝是这个车 但是它价格并不是最贵的 价格最贵的是这辆EV6 这个是GT版本 刚才是6万 这个是5万7 这个是6万 那个是5万7 这个是6万7吧 我都往四车五车都往上争一杯 正好差了1万块钱 你花了 加1万块钱买一辆电车 这是GTLINE 这不是GT 我以为是GT的 要GT的话就更贵了 你看正好两个极端 一个是最顶头 一个是最低 一个是最高 哦 这个GTLINE 不是GT GT的话估计得10万欧了吧 这个GTLINE 这就不是顶配的了 在欧洲的话 拖车沟 这是一个选配率非常高的 哇 连展车上面两辆都带拖车沟的 我的车也带拖车沟 这是CIA的PICANTO 2024款出了一个那种跨界的版本 外形特别好看 这是一个顶配的GT9 它的很多车大部分都卖掉了 弯队弯队的都已经卖掉了 这是CIA SPOT WAGON 这是个旅行车 就对标高尔夫旅行的 紧凑型的旅行车 旁边是XC的 这两辆都卖掉了 这XC的还挺贵的 哇 这个XC的这么小的小车 这是PHEV的版本 我说怎么那么贵的 落地已经接近4万了 PHEV的 也是1.6T 1.6T加DCT 双离合 俄德主打双离合 然后混动Hybrid上面 就传统的混动上面 配的是6AT 旁边就是新车型LEO 这个是Proceed Proceed和C的旅行 属于一个平台出来的 联统风格的旅行车 这个属于列装车型 GT9 1.5T 又是个DCT的 这个是3.8万 3.8万 GT9 1.5T 那我选了1.6T 手动挡的顶配 落地4万 也就贵了两千嘛 好 Spotty就到了 到这辆车上面坐一下 旁边那辆白色的Spotty GT9 顶配的 已经马上交车了 牌照已经上上去了 就等客户来提车了 右边的这辆就是那个LEO 我今天过来的话想问一下销售 刚才对面的这个光头 销售刚才过来跟我说了 让我一点钟到这边的屋子里面那个负责的 就啊了 我想 我想知道我这个车的那个进度怎么样了 正好来说一下 你看我的这个合同当时签的 我是今年1月份签的吗 我是1月份签的1月23号 交了1000块钱的这个押 那个预付款定金嘛 然后当时这个地方就是那个交货日期 预测最早交货日期是6月30号 但极限的就是最大交货日期的9月30号 结果上次我7月份过来一趟 当时那个屋子里面一个老头跟我说跟我说我的车到期是9月份 9月份 反正也就是说按照最大时间了 最大时间的话就相当于我这个车等了差不多8个月 现在已经进入到8月中了吧 我准备今天过来 然后顺便来问一下这个销售 看看现在这个状况进度怎么样了 是已经在产了在路上呢 还是怎么样怎么样 这边查不到具体的状况 真是我上次我发的视频 有的那些车友在其他的那些澳洲啊 其他国家他们德国好像就可以 就是你订完车以后他会生成你的车架号码 车架号就提前知道了 然后就可以给那个消费者 消费者就可以到他们的官网上去查询 你这个车的这个进度状况 就像咱们的包裹一样的嘛 你的包裹的话 最终那个进度现在到什么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比利时做不到 只能等这个4S店里面被动的来告诉你 好了 我现在我坐的这个车就是手动挡的奇亚Spoly 我试驾过一次 我对他这个手动挡的这个首先的变速箱 我这是绝对手感绝对给好评 如果大众是100分的话 那至少也是90分的 就是他挡位特别清晰 一个手指头 那个血铁龙那个手动变速箱就比较模糊 你不使劲的话就是没有这么清晰感 这么清脆感 然后这个车落地是3.5万 好像落地3.5万 它是一个中配版本的 不是顶配的 GTLINE的话 最后一个logo 然后这地方被拉平了 这个相当于就是中配版本 也是手动挡曲面平 基本上该有的都有了 我那个车相当于又挣了5000块钱 不过我里面有选配吗 选配了一个颜色 还有那个拖车沟 都没有天窗 未来的话 我的车的话和它的差别不大了 因为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了 唯一的就是这些按钮估计全部用满 你看再有个空白按钮 再有两个 再有两个 这个方向盘加热 这是座椅加热 那这两个是座椅通风吧 好像是的 它这个因为中配版 是就不带通风的 而且是不易的 我这个因为选的是顶配 其他的还有什么区别 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什么功能 你看它这个还有抖波缓降了 Auto Hold 降驶模式 这个是360度全景 然后这边的话 我这个这个是ESB的按钮 这个功能特别好 这个绝对给大摩子表扬 这个是那个自动启停关闭功能 哎呦 现在的那个车这种功能 很多都集成到那个软件操操操里面了 这太恶心了 像我那个雪铁龙的话 基本上实体按钮基本上都不保留了 大部分操作全部都在那个触控按钮里面 好像进到这个二级或者三级菜单里面 才能把这个功能给关掉 这个是非常不爽的 我还是喜欢这种实体按钮直接按的 然后这个这个 这个 他这个折叠的那个反应特别灵敏 我这个雪铁龙就没有这么快 反正就比较慢 至于底盘表现的话 因为很多专业车评都来评价 都来评价 起压和现代的那个 就是和同级欧洲的车型比的话 它更接近于法系车那种表现 它不像那种德国车那种死硬 但又不像那个日系车那种悬架那种柔软 它正好戒于中间 戒于中间不就像法系吗 因为我看很多这个车评就是这样评价的 这个底盘的韧性 诶 这个恰恰就是我现在 我特别喜欢的这种调教的那种定位 我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那种死硬的那种底盘 但是那个日系那种太软的底盘 我从来都不会喜欢的 但是随着写的那种年龄增长的话 我发现我也不是那种喜欢就是特别太运动的那种定位倾向的车了 我也喜欢那种有一点舒适性的 这也是为什么 哎呀我选择的那个顶配版 顶配版本会打破我个人买车以来这么多年 很多很多的那个第一 就包括那个像那个座椅加热呀 那个电动座椅呀 我以前曾经拥有的口车从来都不带这些功能 到时候我会做一个汇总看会创下多少个第一吧 我个人 嗯刚才告诉我是一点钟 反正那个屋的人现在是空的 我得等着那个人过来再问 这个白色的这个哎呀这个大白真的很好看 这个车是黑色的哎呀这黑和白 相对来说比较好看一点 如果如果让我从两个选的话 我肯定是不可能选黑色的车的 我我选的是那个颜色是绿色嘛 绿色也是这个主打色 国内的那个斯波拖件是长走版的 他那个主打色不也是一个亚光的那种那个 什么叫丛林绿是吧 那个绿色也挺好看的 不过欧洲的这个绿和那个绿是不一样的 我对比下来我还是觉得这个颜色特别好看 我就选了这个颜色 好吧 那这个视频就先录到这儿了 多谢知名